台湾空军已于2022年4月初 完成首批64架F-16V战机的结装 未来随着近80架的改装和新构的66架F-16V交集后 台湾将于2026年前拥有全球最大的F-16V战机机队 早在2016年的11月 美国空军与洛马公司签订了对外军售合同 将台湾地区约140架F-16A、B第20匹次飞机升级为F-16V标准 这项耗资1100亿新台币的升级计划被称为凤凰专案 计划在2018年至2022年之间进行系列升级 升级到F-16V 后将配备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AN、AN、APG83 有源相控阵雷达、新的任务计算机、电子战套件 和其他改进的航电设备等 并集成了新型精确制导武器 在2021年11月18日的结装典礼上 台湾空军特别展示了F-16V型战机的性能及灵活度 包括古巴巴字在空中乘八字型飞行 来显示战机升空后可立即发挥的战力及机动性 另外F-16V也倒飞通过阅兵台 展现其低空灵活度和绝佳的爬升力 F-16V还可以做到四点滚 也就是以每秒60度的滚转率向四个方向定点滚转 展现其绝佳的操控性 此外 久际转弯以极小的转弯半径盘旋 代表F-16V在近距离缠斗时可保有最佳的攻击态势 而短场落地也示范了F-16V在1500公尺内 可以从时速300公里急速沙停的优越性能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升级后备受各国青睐的F-16V战斗机究竟有了哪些变化 F-16V是美国F-16战损战斗机的最新型号 F-16V改型最初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于2012年新加坡航展公布 F-16V可以与包括F-35和F-22在内的第五代战斗机进行互操作 该战斗机可部署在压制敌方防空任务 空对地和空对空作战以及纵身拦截和海上拦截任务中 2014年3月台湾空军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了两架F-16战斗机 进行F-16V标准的升级和改装 改装后的F-16V于2015年10月16日进行了首飞 2017年1月台湾的F-16机队开始批量升级 第一个确认购买16架新型F-16V的国家是巴林 紧跟着斯洛伐克也于2018年7月11日宣布 打算购买14架F-16V战斗机 此次台湾升级的F-16V 由通用电器F-110G1-129涡扇发动机提供动力 军用推力为16610磅 最大推力则达29500磅 比现役F-16的推力要高出24% 最高速度可达2马赫 最大航程可达1740海里 发动机马力大幅提升 不仅有助于战斗机挂载构型式的性能 维持高度速度等 而且对于运动站位 加速 倾注有力发射武器的高度 速度条件等 也都会有正面的意义 F-16V升级的核心 是换装诺斯罗普 格鲁曼公司生产的新型 SAB-2机载雷达 也就是所谓的 可变敏捷波数 有源相控阵雷达 据称 该雷达性能与F-35战斗机 使用的AN-APG-81型雷达 属于同一技术水平 有着一定对隐身战机的探测能力 搜索距离 为F-16原先使用雷达的两倍 换装后的雷达 为飞行员提供了 先进的目标区域细节 和数字地图显示 可同时追踪二十几个目标 还可以生成解析度一英尺的 合成雷达孔镜图 对地目标的射程 超过296公里 与原有的雷达相较 探索范围增加了30% 整体战场探测能力 增加220% 自我保护能力 也提高了180% 先进的机载雷达 可提供更强的态势感知 灵活性 和更快的全天候目标定位能力 APG83雷达 还通过利用F22和F35雷达的 硬件和软件共性 为F16提供第五代战机雷达的功能 使F16V 拥有了先进的四代半战机水平 F16V还进行了座舱的升级 先进的玻璃座舱 结合了升级的任务计算机和先进航空电子设备 包括彩色多功能显示屏 大型高分辨率中央基座显示屏 头盔式提示系统 和大容量高速数据总线 全新的模块化任务计算机 取代了原来的三台计算机 这种计算机体积虽小 但处理能力和速度却非常出色 具有多个高速通道 根据洛克希德马甸公司的介绍 新型7000AH计算机的处理能力 是之前MMC计算机的两倍 主内存是之前的十多倍 更多插卡和空余卡槽 为未来升级留下了充裕的空间 可以提供更好的态势感知 空对空打击性能 准确定位和信息处理能力 洛克希德马甸公司 还以太网数据总线 来满足航电子系统之间 因大量数据交换 产生的高速输入输出带宽需求 新数据总线高度可靠 改善了电磁兼容性 并为处理更多数据流出了充足的容量 F16V还在原先的航电机箱和主板上 增加了一片多核处理器模块插卡 以及一个改进型 可编程显示器产生器 可以驱动六台独立的座舱显示器 双座机前后座舱各三台显示器 而早期的F16战斗机 只有两个显示通道 所以座舱只能够安装两台多功能显示器 F16V的处理器容量增加了23倍 系统内存是之前的1000倍 通过集成更快的处理器 更新航电和任务系统 再结合结构延寿 F16V能够继续服役很长的时间 F16V的座舱具有两个4×4英寸的 高分辨率彩色显示器 和一个6×8英寸的中央操纵台显示器 除了可以对飞行安全数据实时处理和成像 显示雷达和瞄准吊舱图像 彩色移动地图和飞行仪表数据 增强了机组人员的态势感知能力外 还与夜视成像系统兼容 战斗机的作战离不开机载武器 F16V将空空导弹升级为AIM-120D 阿姆拉姆和AIM-9X响尾蛇的组合 得益于高性能的雷达 以及狙击手目标瞄准吊舱的装备 F16V终于能够携带AGM-88B高速反辐射导弹 GSOW联合防区外武器 AGM-84鱼叉反舰导弹 以及GDAM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等多种对面攻击的精确制导武器 除此之外 F16V还可以配备数字射频储存电子战吊舱 同时具有头盔瞄准系统的新型头盔显示器 可以更好地发挥响尾蛇空空导弹的大离轴角发射性能 这里重点说一下狙击手目标瞄准吊舱 它具有出色的空对空空对地性能 可完成最具挑战性的精确定位和非传统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 可以远距离探测 识别 自动跟踪和激光锁定小型战术目标 支持所有激光和GPS制导武器 对多个固定和移动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此外 F16V还配备了新的自动地面防撞系统 在即将与地面碰撞时 为飞行员提供警报 并在飞行员对视觉提示没有反应的情况下 控制飞机避免碰撞 机身方面也做了升级 使用寿命可延长至12000飞行小时 约现役F16原始设计的1.5倍 相当于超过30年的正常服役飞行时数 还可以携带油箱增加航程 配备了更加坚固的起落架 机身与起落架的结构 均足以负担48000磅的最大起飞重量 比台湾现役的F16原构型要高出了将近5吨 能够承受更重的燃料和武器载荷 另外 机舱盖 镀膜以及机身的隐形涂料 可减少被敌方雷达发现的机会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F16战损 第四代多用途战斗机 是世界知名的战斗机 目前已累计飞行超过40万架次 总飞行小时数超过1900万小时 目前全世界有大约3000架 不同版本型号的F16战斗机 在25个国家服役 其中美国空军是F16主要服役部队 F16自1979年首次推出以来 就保持着稳固的地位 这既是因为其战斗中的优异性能 也得益于该机的可控成本 除了台湾之外 目前还有希腊 巴林 韩国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摩洛哥等选择升级 或者添购F16V F16自服役以来 已成为一款战机长青术 在历次战争中创下了优异的战果 为使用国或地区空军 立下了汉马功劳 且操作成本低 对于已拥有F16战机的国家或地区 升级或添购F16V 都是极佳的选择 此前有匿名美国官员表示 美方正在寻求加速交付战机给台湾 但尚未找出解决之道 也还没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改变交付时程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战机生产线 排在台湾之前的 还有巴林 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客户 即使美方已要求加快交付的速度 但不知能提前多久 为台湾的F16V战机 采购零件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且若加速生产 将使制程更加复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 又可以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